咱们中国人里头 现在有情调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前到北京也就游个故宫 现在呢 大伙还得上那个小资的圣地后海 去转一圈 在燕带斜街 有一个大概比我还要高一些的 一个大油桶子 底下是一条大龙 上面还写着73号 旁边有一个小孩 同住的 在那往里递信 这个油桶啊 实际上还真是个古董 它是当初清朝最早的一批油桶之一 什么时候制造的呢 1896年3月20号 光绪皇帝在这一天 为中国成立了近代化的油正系统 1896年3月20日 在光绪皇帝的批准下 大清油正正式开办 但在此前 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筹备过程 1866年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 罗伯特·赫德 以控制中国油正为企图 向清政府提出要求 将全国范围内的油正事务 划归海关管辖 此后的30年间 海关在完成例行的游地工作外 也在不断地筹划建立 全国油正系统 大清油正正式开办时 全国共有官方邮局20余处 随后 罗伯特·赫德在其制定的 油正开办章程中规定 除向邮局挂号的民信局之外 商民不得擅自带他人 由地寄送信件 为者将受到处罚 事实上 对于中国人来说 油正体系早在商朝 就已经建立 那么中国古代的油正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承呢 在商朝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油正系统 已经可以很好的运行了 它有几条干线 就从商朝的首都 一条是到徐怀的 就是现在的江苏 安徽这一带 还有一条呢 是到江西的 还有一条是到北方 将近内蒙古这样的地方的 有这么几条干线 主要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最开始传递的消息 就是当时的油地系统 传递的消息 都是军国大事 而当时商王身边 常常带着几名信使 中国古大的油正部门 最初被称为油义 原大起改名义战 相当于今天的邮局 邮逸在诞生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作为官方交通通信组织而存在 以传递中央文书为任务 偶尔为官服运输物品 甲骨文中记载 为保障王公贵族旅途中的十足要求 商王朝曾在都城内外的四方干道沿线 设置临时客舍 统称为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